上回书说道,索额图跟费奥多罗就说起当年成吉思汗打胜仗的事。 尾小宝一听, 居然以前还有这么件事,他当时精神头就来了,哎,中国人跟罗杀人打仗,罗杀人肯定是得输啊。 看起来将来再打仗,咱们出一只手就行了。 费奥多罗气坏了,两只眼睁怒目而视看着尾小宝。 信手,要不是公主殿下搬了眼令,这回只许和不许战,就凭你这个小人,侮辱我们罗杀人,我非给你决斗不可。 尾小宝就笑嘻嘻的问索额图,索大哥,成吉思汗是怎么打败罗杀兵的? 索额图就跟尾小宝说。 喂兄弟,当年成吉思汗派了两万大兵西征,这两万人就杀得罗杀联军十万人打了败仗。 成吉思汗的孙子叫拔都是一位大英雄,率领军队把罗杀兵打得落花流水,占领了莫斯科。 又一直打到波兰,匈牙利,渡过多瑙河,以后在几百年中,罗杀的王公贵族都要听我们中国人的话。 那时候我们中国的蒙古英雄住在黄金镶嵌的帐篷里,莫斯科的大公爵得来向中国人磕头。 不然的话,他们呢,就当不成公爵了。 尾小宝听到这儿没飞色舞,快快,尤雅莫斯科真是属于中国的。 费要多罗听到这儿,脸是一阵清一阵白呀。 因为索额头所说的确实是史实,绝无虚假,只是罗杀人向来不承认蒙古人是中国人。 此时蒙古是属于中国的,所以要招这么推的,说莫斯科曾经属于中国人,也并非是无稽之谈。 尾小宝笑嘻嘻的跟费要多罗手。 侯杰格乡,我看哪,划分边界的事儿,我们就不必谈了。 请你立刻回去问问公主,什么时候把莫斯科还给中国,我的,也要赶回北京,买点牛皮,买点黄金。 做一顶黄金帐,然后呢,就拆平了你们克里姆林宫,竖起金帐来,请苏菲亚到帐中睡觉,你看好不好啊。 费要多罗听到这儿,再也忍不住了,苍蝶站起来,冲出帐外,就听他怒叫如雷,大声传令,紧跟着马蹄声音响,二百六十兵哥萨克骑兵,手中举着长刀,骑着尊马,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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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,围着这座帐,是悦舞扬威。 尾小宝立刻就一转头,队长穿着清兵衣服的小双说,过去,把他们的血点了。 好,小双儿纵身而出,就欺到了哥萨克骑兵队长的身后,一伸直,就把他后腰的穴道给点了,接着又点了两个副队长的穴道。 有一个小队长,你看坏了,立刻拔出一支短枪,冲着双儿一笔,不许动,双儿真快,啪的一下,就抓住旁边一个罗傻兵,挡在自己的修前,推着他往前走。 这个小队长不敢开枪了,不许动,双儿就把这个罗傻兵举起来,啪,就奔那个小队长扔起来。 小队长大屁一惊,往旁边一闪,双儿众生过去,就点住了他胸口跟腰间的穴道,一夹手,就掀过他手中的短枪,朝着天空,啪,就放了一枪。 魏小宝这回可抓住幽头了。 右手一指,这个罗煞使者。 好啊,咱们双方说好了,不许携带武器。 你们罗煞鬼子太不讲信用了。 啊,你赶紧传令,叫守线人抛下刀枪,一起下马,排好的队,把身上携带的火器都浇出来。 非要多罗一看,没有办法,自己做错了事,只好传下令去。 哥萨克的骑兵,扔下刀剑,下马列队了。 魏小宝就让手下,这些藤牌手,四下围住了,把罗傻兵身上搜了。 二百六十个人身上,超出了二百八十一支短枪,有的人一个人带了两支枪。 这一变故不要紧。 尼布楚城下的罗傻兵,眼看形势有变,慢慢的就往这边冲过来。 东边的清军也慢慢的往上冲。 两军马上要开战。 非要多罗一看不行啊,因为他不敢违背苏菲亚殿下及沙皇的胜利,也知道这时候打不过清兵。 只好一白手,他手下兵将没往下冲。 他又跟魏小宝索徒走进大仗,就接着谈判。 魏小宝对于划分边界的事儿是一窍不通,就由索额图经过传教士翻译,跟对方商议条款。 到了第四天傍晚,离不楚条约,条文六条就全部商议妥了。 魏小宝让索额图跟同国刚给他解说,才知道条约的内容对于中国是非常有利的。 规格中国的土地很大,远比康熙预示的还多。 条文呢,一共是四份,中国文一份,罗沙文一份,拉丁文两份。 定好了之后,由中国的索额图,还有对方的费奥多罗签了字。 这个条约是中国和外国定的第一份条约。 由于康熙筹划的布置,所以这个条约是非常成功的。 双方定好了条约之后,立刻名炮向天骑士。 然后两国使者互相赠送了礼物,大摆宴席,庆贺合约,签订成功。 又过了几天,实际上就把戒牌给刁凿完成了。 这个戒碑上有满文,有汉文,有蒙古文,还有拉丁,罗沙文,五体文字。 把戒牌就立在了戈尔比奇河东岸,俄尔古大河南岸,还有尼克阿林大山各个地方。 树立戒牌完了之后,两国钦差行礼作别,各自回京复命。 马上要分手了,韦小宝就把这位华布斯基跟齐罗诺夫叫来了,让这两个人把一份很贵重的礼物带回去交给苏菲亚公主。 这两个人不知道包袱里包的是什么。 韦小宝用手一指,告诉你们,我送给田新殿下的都是丝绸棉被啊,还有绣花枕头啊,小双尔在旁边要乐。 亲说,你送给苏菲亚这些东西,在这辽东大地上哪买去? 韦小宝确实送的是小双尔盖过的背货跟躺过的枕头。 这两个人高高兴兴给韦小宝鞠了一个躬,好吧,我们一定给带回公主面前,让公主睡中国的背货,睡中国的枕头。 不过,大人,我们还想请您面称中国皇帝,无论如何,想办法派几名筑桥的祭司到莫斯科去帮着我们筑桥。 两国人各自回城,韦小宝凯旋回京之后,大军来到了北京城外。 朝中的王公大臣全都站在城外迎接韦小宝。 哎呀,韦小宝高兴。 他就带着同国纲索额图,还有萨布宋郎坦,巴海,云星珠这些人来朝见康熙皇帝。 康熙皇帝当然很高兴,奖励了韦小宝,然后下诏。 封韦小宝尽决为一等陆顶宫。 当然,像同国纲索额图以及军中的士族全都有声赏。 第二点,康熙皇帝召见韦小宝。 就问了他如何攻克的亚克萨,如何划分的边界,韦小宝都巨石回奏,居然没吹什么牛。 康熙挺高兴,说他很有长进,对他七名夫人跟两个儿子也都有了班上。 第三点,康熙赐燕,这燕赐给谁呢? 就赐给福远大将军陆顶宫,韦小宝,还有所有的工程。 康熙亲自赴燕,而且在这九席燕上提了两手势。 韦小宝手中捧着玉刺之物,非常高兴,燕罢之后就得意洋洋走出皇宫。 当然,韦小宝现在一出宫就前扑后用,韦小宝这高兴啊,大家抱着他打道回府,眼看快到府门了,忽然间大街旁边有人高声喊嚷,韦小宝,你这个网门作业的狗贼。 韦小宝大吹一惊,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,他歪头一看,就瞧见一个大喊蹭了一下, 从屋檐下就穿到街心,指着自己破口大骂。 韦小宝,你千刀万剐的贼,好好的汉人,你为什么投降满人,去做龙子,好欢,你害死了你的师父,杀害侯兄弟。 今天,你做了满人的宫,做了满人的猴,你荣华富贵,你神去活县的,你奶奶的,老子今天白刀的进去,红刀的出来,在你小的身上扎上几十刀,让你做着乌龟宫,让你做着假一宫。 把韦小宝身旁的人全吓坏了,不知道这个人是谁,就瞧这个大汉,长得浓眉大眼,胸宽体魄,两只眼睛非常凶狠,上身赤膊,在修田是黑灿灿的长毛。 韦小宝认出来了,哎呀,这不是当年带着我进北京的毛十八吗? 韦小宝一愣,咔的一下,他手下几十兵,亲兵,就奔着毛十八冲上来了,咔,一转圈,就把毛十八团团围在当中。 毛十八一低头,从打绑腿里,抽出短刀,但是他一个人能打得过这些亲兵? 一会儿的攻破,毛十八就被生情活捉了,他手中的短刀被亲兵拿过来,然后就把他推到韦小宝的面前。 韦小宝,瞧着毛十八,这毛十八两只眼睛瞪着韦小宝。 韦小宝啊,你这婊子养的小子,当年老子带你到北京,真是做错了一件事啊。 我毛十八,对不起陈锦南,陈总多主,对不起天地会的众家英雄好汉,反正老子今天是不想活的。 我呀,就是狼,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,你韦小宝是个卖有求荣,忘恩负义的贼。 让天下人都知道,让天下人都知道,你这个狗贼,就像封官发财做满人皇帝的走狗。 啪呀,一个亲兵上来,就打了毛十八一个嘴巴。 呸,你打我,你是韦小宝的走狗。 韦小宝急忙传领,骂,你们不许跟他动粗。 一名亲兵赶紧拿出身上戴的手帕,就塞在毛十八的嘴里。 毛十八再想嚷,就嚷不出来了,但是心里都仍然痛骂韦小宝。 来呀,把这人带到我府里,好好看着他,可千万别难为他,九十款带。 等一会儿,我亲自审问,亲兵就按照韦小宝的话,把毛十八带进府中,给他松了绑绳,用酒肉款带。 这个毛十八对韦小宝是骂不绝口。 韦小宝啊,就把苏权跟双儿两个人叫来,让他们两个人假扮亲随,就在书房里摆设了一座风风盛盛的酒席。 你们把毛十八给我带了。 手下亲兵,把毛十八带到书房。 韦小宝立刻站起来,亲自把毛十八身上的手铐脚链给打开了,然后一摆手让亲兵退出去。 韦小宝是满面呆笑。 毛大哥,多年不见,你好啊。 呸,我有什么好不好的? 我自从认识你之后,啊,本来我挺好的,现在连我毛十八也变得不好了。 毛大哥,千万别生气,你先在这儿坐着,让兄弟我敬你三杯酒。 不喝。 毛大哥,兄弟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? 你喝了酒之后,你痛痛快快的骂我还不行吗? 我喝你的酒。 魏小宝啊! 我先打死你这小贼,人后我再喝。 他在大拳头一举,就奔着魏小宝打来了。 苏权多好的武功啊! 望上一埋步,伸左手砰了一下,就把毛十八的手腕钻住了,然后轻轻的一扭,右手在他肩头上啪啪拍了两下。 哎呦! 毛十八这么大的身材,这么高的汉子,立刻就觉得半身酸麻,不由自主的就坐在椅子上。 他又吃惊,又生气,使劲地骂。 小宝,你这个贼! 苏权站在毛十八身背后,双手就拿着他两件的尖针鞋,又轻轻地望下这么一摁。 毛十八只好踏踏实实在这儿坐着不敢动。 按说,他这么大身材,少说得有苏权两个大呀,但是苏权这两下,毛十八已然明白了,这个人的武功太够了,我打不过他。 所以毛十八就乖乖地在这儿坐着,只是生气。 我告诉你,尾小宝,老子今天在大街上骂你的小汉奸,就是没想活,就是老骂你,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卖尸卖友的卑鄙无耻的贼。 毛大哥,我跟着皇上办事,这回出去是打罗煞兵,要不是杀汉人,你怎么能说我是汉奸呢? 我问你,你为什么杀死你的师父陈锦兰? 什么? 我怎么会害死我师父? 我师父明明是给郑克爽那小子杀死的,一箭刺死的。 呸,你还跟我抵赖? 这满人的皇帝,他在圣旨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,这陈锦兰就是让你给杀死的。 啊? 尾小宝一听这句话,怎么? 怎么? 皇上在圣旨中说? 圣旨中说? 说我害死我师父! 尾小宝心中都糊涂了,他不由得转头看了看苏全。 苏全冲尾小宝点了点头。 皇上前几天升你为一等陆顶宫,搬下的告命中,叙述了你的功劳。 也不知道告命是谁写的,这告命中说你,举荐良将,荡平无逆,收台湾于版图,提师出征,攻克进城,杨国威于海外。 这些都是对的,可是告命中有两句话,说你,秦展天敌会,逆守陈进南,风济中党,遂令海内跳梁,一蹶不振,肥党乱众,隔遍洗心。 这说的就不对了,什么? 尾小宝眉头一蹤,什么洗面革心的,到底说了什么? 你别着急,这皇上的告命里,说你抓住了陈进南,风济中,把他们杀了,吓得天敌会的人再也不敢造反了。 啊,尾小宝吓得蹭一下跳起来了,哪有这样的事啊,这不是妖妖人吗? 苏全摇了摇头,小宝啊,你别着急,风济中做了奸续,确实是咱们杀的,圣旨里的话是没错的,只是多了陈进南三个字。 苏全姐姐,多了这三个字就坏了,陈进南是我的恩师,我怎么会害他老人家,我报仇还报不了呢? 我现在心里就是这个嘎的呀,皇上这道圣旨,你这道圣旨,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? 苏全也显出十分为难的样子,看了看双儿。 小宝啊,这事儿我们已然商量过了,还是不想让你知道,你知道了之后,一定会特别不高兴。 尾小宝明白了,我们商量过了,那意思就是我这七位老婆商量过了,这是不愿意告诉我呀。 尾小宝瞧了瞧双儿,双儿也冲他点了点头。 尾小宝心中明白了。 毛大哥,我告诉你,我师父嘀嘀确确不是我害的,那个尾小宝是天敌会的叛徒,是他暗中向皇帝通风报信。 哈,毛十八看着他,这么说,你尾小宝倒是好人了。 尾小宝颓然做到,不成,我去跟皇上说,请他,请他改,改。 第三个改,他敢不敢说了,皇上能改圣旨吗? 皇上说的话就是金口欲言呢。 皇上能因为我去求的,能把圣旨中的三个字,陈进南,除掉,另发上誉吗? 也不知道哪个狗才多岁,去跟皇上说了我害死的师父。 在皇上看来,这是我尾小宝的中心,可是,可是天下人都算我杀了我师父,我还算人吗? 我还算人吗? 尾小宝却是心中太委屈了。 毛大哥,陈姐姐好说毛宝们也害死我师父。 这三个人瞧尾小宝突然大哭,都迟了一听。 苏泉赶紧过去,搂住他的肩头。 小宝啊,我们都知道,是郑克爽在通吃岛上害死了你师父,一剑把他刺死的。 咱们都是亲眼看见的,不是你害死的你师父,你别哭了。 说到这儿,掏出了手帕,去给尾小宝擦眼泪。 毛十八在这时候才看出来,原来这个武功高强的亲兵是个女子了。 哎呀,这个人是谁? 看着意思是尾小宝的老婆。 尾小宝突然间想起来,对了。 毛大哥,郑克爽这小子,他现在在北京了,他归降了,皇上封他做官了。 你要不信,我拉着你去找郑克爽,跟他当面对质。 看他也不敢抵赖,怎么立刻就去。 到底,尾小宝拉着毛十八找郑克爽对质,结果如何?下回再说。 和外面面相当ığ的打ita趁海健到处于幼 death门。